艾塞尔比亚汉贝拉日日晒古尔贝手中咖啡都体验 说到这只Fischer艾塞古尔贝日晒古籍产区 小豆身青红 是精品咖啡里的比较复古的一个组合 官方建议呢是15克豆 240毫升水 1比16的充足比例 通过泰摩黑镜2智能平台来做一份准备充足 它会记入你倒入咖啡粉 然后开始充足 那会自动的同步 按照三次注水第一次是30克闷蒸 这个时候它其实已经是记录注水量 还有萃取量以及粉水笔 这个我认为还是比较高阶的 如果是深度的精品手冲咖啡爱好者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这一款秤 第二次注水 我个人习惯呢是到150-160的样子 同样呢搭配了也是泰摩的手冲热水壶 它可以烧水并且加热 和我之前的Browista是基本相同的 这一套整个色系会比较搭配 150克 看一下充足的数据也会在这里展示 第三次是90毫升左右吧 一共是240毫升 1比16注水量 这款手冲秤和手冲壶对比 发现它细嘴的这个切割的会比较明显 落水是比较好方便去控制的 这也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手冲壶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 一共242个的注水量 那我现在充足完了 它会直接算出来告诉我 我有多少的剁水也就是萃取出多少毫升的水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我的粉水比也就出来了1比16.1的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粉叶比 之前我经常在视频里面提到也想了解一下 说我最终萃取了多少毫升的液体 那这个秤呢刚好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2分半钟冲出完成 萃取的液重一共是206 如果说完240毫升的话 就是205毫升的液重 那最终的液水比大概是在1比13.7 那我们就开始喝了 它的风味描述是草莓百香果西柚汁 来试一下 现在温度还没有降下来 感知到里边明显的草莓和这个果汁的味道 酸味是百香果 但是可能没有这么明显草莓的风味和鸡油汁 那果汁的这个酸爽的汁液感是很强的 感觉现在温度是逐渐在下降的 这个温度基本上会让你觉得 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日晒的I-Side的豆子 很传统的一种风味的表现 那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特殊的处理 就是让你觉得很I-Side 就像是你去店里边点了一个要基础的风品咖啡 普实无滑 但实际上在酸度明亮的表现上它又很好 这个秤我会发现这一次充足 我真的是能够达到它的标准 但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充足是特别的不稳定且没出 再来个牛一 这个小胡我都不知道干什么就可以看一下 买回来以后我就有点懵 做意识呢 两杯可能有点多40毫升的容量 这个温度我觉得很舒服 92度烧水 20克豆 放入大冰水一定要大一点 直接注入30毫升焖蒸 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水咖啡会直接滴到冰上 到120毫升 第三次入水到200毫升 喝的时候也很简单直接倒到冰杯里就好了 来试一下吧 很适合夏天的感觉 咖啡也喝完了 我们最后来说一下 这支咖啡呢 是很明显的水果果汁风味 是一个标准的明亮的i-side豆 听起来就是蛮酸爽的 喜欢这样风味的用户 你可以来买来尝试一下 官方价格是98元 227克的包装规格 如果说你是店铺的长期购买的老客户会员 那么你还有一个九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爱喝咖啡的9527 如果你想喝到更多新上市的咖啡 那就来关注我